你好老板,我这个是1885年的这我媳妇的传家宝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你听你这口音不像我们本地的 对,我是从外地跟媳妇俩吵架 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想换点钱 媳妇吵架一般不都是女方离家出手吗 咋男方离家出手呢 媳妇比较厉害嘛 这东西问啥呀 有道理有道理 看一下这个东西给高一点,不能值个几百万 几百万,你咋想的啊 这为啥能值几百万呢,你觉得 这东西我媳妇家一直传下来的 传给这多年,给几大人,给你,多好东西 那你说的确实不假 你这个是墨西哥阴阳,年份确实是1885年的 但是有啥说啥 你这个阴阳啊,是墨西哥发行的贸易阴员 由于墨西哥的阴员做工精良 而且含应量高,多年没有变化 所以说啊,发行量是非常大的 从晚清的时候流入我国 先从广东开始 然后慢慢的很多地方都用阴阳 据晚清统计啊,当时在我国流通的银员 大约有11亿枚 其中三分之一就是阴阳 那不可能啊,这东西我都从来没见过 我就指望这晚上发家致富呢 嗯,是这样,你说你没见过吧,因为啥吧 嗯,这就不得不提袁大头了 因为袁世凯发行袁大头的时候 由于城市好,分量足 深受老百姓喜欢 就很快的统一了货币市场 也驱逐了很多这种墨西哥阴阳 还有坐羊站人,外来的阴员 所以说啊,它的价值并不高 然后看一下你这个吧 你这个是正面阴阳嘛 老鹰,然后站在仙人掌上 嘴里叼个蛇 然后背面,背面的话是自由软帽 加32道光柱 你这个阴阳是花边尺 也有直边尺的 因为有啥说啥 这个阴员确实有那么久了 而且它的含阴量 还有这个重量啊 都比咱们大头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的存实量太大了 你这个的话 我能给你估到400左右 400万给你也行啊 不不不,老哥 400元,不是400万 400元? 对 这个东西就指400块啊 对,因为阴阳发行的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这个字面啊 而且你这你看到没有 有很多的戳记 所以说啊 它目前就值这个价 如果说好品的阴阳没戳记的 可能说会贵一点 但是你这个不行 我还指望这玩意发家致富呢 结果这400块好干啥呀 那你有啥说啥老哥 你还好找到我 因为老百姓对阴员啊 他不懂 你要说在网上你找那些 拍卖什么专家的 他敢给你报400万 给你报400万之后呢 让你过去当面交易 过去之后呢 他就不是买你的阴员 是套路你口袋里面的钱 你到最后就竹篮打水 一场空了 什么都得不到 而且会被骗很多钱 目前这个价位啊 就这个价位 我给你出个招吧 你毕竟是外地来的 你可以在你们当地也行 或者说我们当地也行 多打听打听几家这个古玩店 看一下大家都出什么价 如果说大家都出的价位 和我大杀小不杀的 那就是市场价 他不可能啊 几百万的东西 或者说几十万的东西 给你报几十 或者说几百 明白吧 那不行啊 这就值四万块钱 那我看一下吧 我看一下到时候 我打听一下这个行不行吧 如果不行的话 我得赶紧回家 这生日钱也花没 这赶紧的给媳妇打电话 我赶紧收拾收拾准备走 这出来这几天钱也花没 对对对 他无论值钱不值钱啊 家庭还是很重要的 你看您这年龄 应该有孩子了 因为这夫妻之间生气啊 太正常了 不能离家出走 那行 谢谢您啊 没事没事 有问题随时联系 哎呀好嘞 那我去打听别人看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吧 行行行 多打听 准备吃亏 哎呀好嘞